来到洛阳 我们要去见识一个 相当感兴趣和相当华丽的建筑 来到这个古墓 通过文物讲解员 我感受到 考古其实就是为了探索历史 小心翼翼地去开启一个 像盲盒一样未知的东西 这绝对是对我们的历史 天章是有帮助的 自己进去了 不仅仅是一个古墓 其实了解一段故事 也了解到了文化博大精神 思想上的一个新的造诣 和新的一个维度 深深被这个吸引了 来到这个地方 学习到了很多 自己以前没那么熟知的东西 我感受到了东方美 有故事的美 还有扇子的美 其实也代表了 中国一代含蓄的一种美 千年的文化记忆 经营一代代人 血脉你的信念 聆听历史穷音 感受古墓文化 来洛阳赴一场 适合远方的约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